然后我们的考试范围这一次六年级的是 Laboran和 Laboran和 那个 我想有一些 Laboran还有那个 Karangan Fakta 我答在下面 考试范围 Laboran Karangan Fakta Laboran就是报告 我相信大家有做过报告 Karangan Fakta Karangan Fakta Hello,Ding Xen Karangan Fakta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Karangan Fakta Okay,我们来看看 Okay,singin well Hari ini kita akan bincangkan tentang teknik-teknik menulis 如果有任何问题,请问 你能够 请你帮助你的信息通过 chat 你能看到有信息吗? 你好,王 Bossy 谁是CY吗? OK Hari ni kita akan bincang tentang teknik-teknik menulis Karangan Fakta OK Karang kita akan lihat Kata kunci dulu Kata kunci je Sequence Apabila kamu buat Karangan jenis fakta Ju sejang tahu Li de wenzang Kamu Mesti baca Tajuk dengan teliti Dalam tajuk itu Biasanya ada Kari kata kunci yang penit Bisanya ke baikkan ke istimewaan ke pentingan Fakta manfaat ke lebihhan 这些全部 都是好处 Nah ke istimewaan 就是叫你讲 还有什么advantage ke pentingan 也是有什么advantage 为什么 那东西重要 一定是 他有很多好处 他才重要 对不对 OK 然后Fakta Fakta 就是说 他有什么好处 全部都是讲好处 OK 可不如干也可以的,可不如干是坏处 像你写你的文章就要写全部都是坏的 如果写可不如干,本国的网络你就要写 用网络网络的坏处,你就不可以写好处 还有另外一个是 这个就是方法的 问你关于步骤和方法 和方法的 一样的文章是 分析和方法的 有因果关系的 好 今天今天我会谈到 我会谈到 其中的 发生的 发生的发生 使用网络 这里我已经提到 因为我 因为我必须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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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 电话 电话 我认识 你能听听到 我认识吗 我认识 我认识 你听到 有没有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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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有听到吗 有回声了,这个是Natalie的 这样我就继续了 OK 爹地 奔达忽乱 我们写开场白的时候 就是写第一段的时候 一定要短,你的目标要很清楚 但是你要没有重点 我们的,我给你们有四个重点 我们可以联系,方便联系 我们查理网络乱与你的目标 可以很快地找到你要的资料 我们可以用 Internet,或者是用电话频道 去 网购 这些语言 可以拿来 当作是娱乐 你们的娱乐活动 比如说可以看戏,可以听歌之类的 但是你的 第一段 是不可以把这四个东西 写进去里面的 所以你都要写到很短,你目标清楚,一两个句子就可以 然后还有就是,马来文全部的 作文 第一段是没有空格的 这是要 再讲一次 OK 所以第一段我会 把这个 题目的文章给你们 所以你可以到头 OK 所以 所以 我用红色的红色 变得起来 对吗 这些字是可以换的 看你们的那个你喜欢 有时根据题目 根据题目来换 比如说 如果他讲车祸 现在越来越 发生车祸 如果那个 我们的那个智能手机啊有很多好处 它如果重要一定是有很多好处本来就是废话了对吗所以第一段记得有意义的废话 写两句就好了不用写多多 OK next 所以接下来我们去我们的今天要讨论的就是关于 怎样写 当你知道它的论点有四个的时候 你要怎样把它加强你的句子 第二段开始就是要写重点了OK 所以这里我有两个方法第1个方法叫做 FFC Faida Udama Faida Sampingan 跟Chara 另外一个方法叫做PCK就是原因例子后果 第一种呢通常我们用在Bahagian C OK 第二种我们用在Ulasan 其实你没有发现 写 那些说明文讲道理的那种文章啊 它就是 好像Ulasan这样子罢了没有很大差别只是Ulasan要写短一点 那个Bahagian C要写长一点 OK 所以现在我们来讨论呢 这个technic Faida Udama Faida Sampingan 跟Chara FFC 我教大家这样做 OK 我们的第2段 是 就是 是 用智能手机的好处 是什么 方便联系 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好处 回去回去回去 这是它的第一个好处 所以我们可以随时联络我们想要联络的人 所以方便联系 这是第一个好处 主要的好处 你看这边我有一个蓝色的 这个蓝色就是第二个好处 因为你方便联系 所以我们可以促进感情 促进感情就是第二个好处 所以你就变成你的 就有多一个idea了对吗 这样你的句子就会比较长 你比较多句子 所以你的文章就很有内容 所以第一个好处 带来了第二个好处 哈尼尼达巴们 エラッカン シラトラヒム アンターレ アン ゴッタ クルア ガ 跟Racken Racken 对吗 所以因为你可以方便联系 所以你可以促进你跟家人 你跟朋友的关系 所以Misanya Kita boleh menggunakan applicacy seperti Messenger WhatsApp dan sebagainya 所以第三个 你看到我 highlight Menggunakan 所以这个就是方法 我要怎样方便联系呢 我怎样可以促进感情呢 我要用方法 什么方法 我可以用Messenger 我可以用WhatsApp 所以这是智能手机里面 可以用到东西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段 ok 现在我们去第三段 Mengcari Maklomad Dengang Muda ok 然后这里 有时候FFC 我们也可以用FFP的 就是 Faeda Faeda 我们加一个Puribasa 这样你的文章 有一点变化 不用每天都是FFC 有时候可以变一下 ok 所以这里我给大家 一个传统 所以你第二段 可能你可以这样写 Zerlain itu Kita boleh mencari Maklomad Dalam Laman Laman Susawang Dengang Muda 我们可以上网 去找资料 Nama Laman Susawang 就是Website ok Dengang Chara Dengang Chara Yini Bengguna Dapat Memper Ole Immu Benggta Wan Yang Bengguna 所以 可以上网 找资料 很容易找到资料 所以你的好处 是什么 你就是可以 有很多知识 很多学问 因为方便找资料 所以有很多知识 这样子就是 第一个好处带来的第二个好处 这样你是觉得你的 比较可以 generate你的idea 就是从一环去第二环 然后 你可以用 Peri Ba Se 因为 如果你上我的课 你会发现 我是很喜欢 把那些 Peri Ba Se 跟那些 一些 比较 时常看到的 那些 好的习惯 连在一起 比如说 Gotong Royong 我就喜欢 Bagai Au 跟 Tabing Bagai Ba Se 跟 Kawan 我就喜欢 Sepati Esi 跟 Kuku 就是关系很融洽 如果是这一边 MENAMBA YUMU BANG Tabing 我就喜欢 用Sepati Kata Dibawa 等 Purong 就最少你有用到一个 成语或者谚语 让你的 可以提升你整个文章的那个 品质 那个质感比较好一点 对 所以你看 第一个是 Gotong Faida 第一个好处 它方便找资料 它带来的好处就是 可以有很多知识 然后你可以有很多知识 你就 不会变成 井底之瓦 所以你的idea就很多 你就最少有三个句子 然后记得你写这一些 说明文的时候 然后你一定要有用 BENANDA WATCHANA BENANDA WATCHANA BENANDA WATCHANA 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用BENANDA WATCHANA 就好像你在写 U LA SAN 然后如果你写 KARAANGAN FAKTA 说明文的话 GUNA KITDA ATTOU KAMI 来TAP 给你们做一点东西 不然你们只是听罢了 GUNA KITDA ATTOU KAMI MENGAPA GUNA KITDA MENGAPA GUNA KAMI GUNA KITDA GUNA KITDA 因为你讲大道理 你不是讲故事 所以你是GUNA KITDA KAMI KAMI 你看啊 我教大家一个很容易的 KITDA 是KITDA 是KITDA A嘛对不对 是All of us 所以全部人听者有份 每个人听者 就是包括听的人 所以你在讲大道理的时候 就是全部人都可以用的 所以就是KITDA 如果是KAMI KAMI是讲故事 Verturator Verturator Individual group Individual group Individual group 你跟你的家人 你跟你的朋友 听者可能没有份的 当听者没有份的时候 就是KAMI 所以你讲我的故事 我们回家乡 KAMI BARLET 跟KAMI 所以听的人没有跟着你一起回 我吃好料啊 那听的人只是流口水 罢了 没有份吃的 所以他们就不可以用KITDA 要用KAMI OK 所以现在我们去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EC 这是第二段 第三段 然后我们去第四段 现在我们要把握时间了 因为我们只有40分钟 OK 也是一样啊 FFC啊 这里我就要大家试试看座 我现在哦 我现在要 unmute你们全部人 OK 我要你们给我一点idea 给我一点idea啊 要怎么样写 就是上网购买东西 上网购物 现在我要你们想一下 要怎么样写 你上边一堵 如果本官员的电话 请到 诶 使用那个智能手机的用户 可以怎么样 你直接把你的EC 这个EC写进去 来 有人举手回答一下吗 还是你要typing也可以 你要举手也可以 有没有人要举手一下下 回答一下下看有吗 typing也可以啊 有没有人要试试看回答 有没有人要试试看回答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老师又要自己讲 然后自己给答案啊 听到吗 啊听到啊 有没有人要回答 有没有人要回答 OK 第三篇一个 本官员的电话 平台 ボレー什么 有没有人要回答 直接把这个 讲写在这边 有吗 或者你如果不想讲 你可以typing啊 哇,冷场,没有人理我 你们做上网课不是要有一点互动吗,只是听老师讲罢了,这样我不如自己做视频就好了 我做视频放在YouTube,然后你们去看就好了,就不用做网课这样辛苦 没有人理我,我就自己讲了,因为我怕得加时间,没有时间 记得你这些是全部不要写大写的 所以我们可以上网购物 我们可以上网购物 我们可以做什么 你上网购物,有什么好处 哎呦,很可怜哦,你们班很passive,没有人理我 我昨天做武器班,反应很好,那些人抢着举手要回答 你们班一个人都没有了,也没有人在zoom group chat里面给写东西 也没有人要回答问题的 就是听我一个人表演罢了啦 Isman, ada apa-apa yang nak jawab? ada Isman boleh bagi sedikit idea kalau membeli membeli dalam talian membeli bela dalam talian apakah kebaikannya boleh menerifun boleh menerifun boleh menerifun eh,现在我们在讲这 membeli bela dalam talian 可以打发时间了 没有我的意思说,你上网购物 为了打发时间了,这样不理智了 这样不是要花很多钱 这个就不是好处了哦 我们现在是用technic ffc 就是说,一个好处带来另外一个好处 所以你的好处是你可以上网购物 对吗 你可以上网购物 你可以上网购物,然后你的好处是什么 那个jaseline tool 有没有 有什么idea吗 你上网购物有什么好处啊 为什么每个人上网购物啊 比如说,现在我们不能够出去 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就在家里面购物 对吗 这个就是它的好处啊 不用出门 我听到你们在讲话 有人在讲话吗 好像 那个 线很差这样 OK 所以 所以 di samping itu pengguna telephone pinder boleh membeli-belah dalam talian 可以上网购物 melalui pembelian dalam talian kita boleh membeli-belah di rumah 我们可以在家 就可以购物了 OK 或者是 别的 我来给另外一个例子 OK OK di samping itu pengguna telephone pinder boleh membeli-belah dalam talian melalui pembelian dalam talian kita boleh menjimatkan wang 所以你看 这里我还是有用那个 FFC的 technic 那个技巧 就是 你的主要的好处就是 membeli-belah dalam talian 那你 带来什么好处 可以上网购物 带来什么好处 你可以省钱 boleh menjimatkan wang 所以这个是 所以你就写了两个句子了 OK 然后你 为什么你上网购物 可以省钱 所以我们可以比较 所以我们可以比较 价钱 Natalie 讲吗 在课是上课 比较好 OK 所以我们来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我打算要你们自己写 我希望你可以用到我今天教的 一个 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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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拼搭 sebagai寄宿 它可以作为我们的娱乐活动 所以我们可以 你有娱乐活动,你就可以怎样 如果你读书到很压力,你做工作到很压力,你很烦 所以你需要一些娱乐活动,你可以怎样 如同性的 θ 我们可以送了消费时间空间 不能送费時間空间 democrats可以送费时间空间 аш次,你可以用它的娱乐活动 借人分立。 よ,自己的娱乐活动 或者说,你一直就erer很辛苦。你可以怎样? 你可以 減压 对吗 你能避免 担心 为了你 不会有状态 所以你不会忧郁症 例如 你给例子 第一个好处 你给更加热 你用什么娱乐 比如说苏国瑜喜欢打游戏 比如说 玩游戏 玩游戏 或者是 喜欢去看YouTube menonton视频 在YouTube mendengar lagu 是用什么 我忘记了 总之是 都可以啦 你们自己想啦 OK 这个是方法 这个是要你自己写 可以吗 我全部要写在 本类上 读二 诶 本类上读二 最后本类都 所以总共要写六段 我们如果你要 我们通常都是 往最高的标准去做 就是写六段 第一段是 那个开头 短短的 然后结尾也是短短 因为短短最好就是 先短 你放一点精益良缘 就是那种好言好语 好的价值观 做一个完美的收场 OK 所以 可以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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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对 所以 你们 简单nya, semua anggota masyarakat perlu fikir sebelum klik dalam menggunakan telefon pintau supaya tidak menjadi mangsa jenayah cyber 所以你们经验的功课很简单了,只是写一段 就是这最后一段,第五段 我没有给你们,其他的我都有给你们 所以等下这个class结束了之后,你们可以回去看你们的video 所以你拿你的课本出来 你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做mangsa jenayah cyber 你就可以去看你们的课本 56,57,58年 课本,56,57,58年 就这边,从这里开始 ok吗 哎哟,看到我的荫花了 看不到我的那个书 从这一面开始,你看 什么叫做 Mangsa jenayah cyber 这个是我之后要你们 说 现在给一点feedback来 什么叫做 网络犯罪 有没有idea,什么叫反网络犯罪 快翻第56面 56面开始,为什么你每一次你上网的时候,你要先 想一想才click PQ Serbulum Click 哎 你要小心什么 你可以看第58面 你看目的书 你看 目的书 58 所以 网络犯罪 网络犯罪罪啊 这边 这边 看得到吗 看不到了应该 哦 看到我的银花很清楚了 这个应该是背景了 是吧 跑去前面 OK Bujokan dalam talian 所以这个就是 好像那些 诈骗呢 通过网络诈骗呢 要你的password 要你的个人资料的 所以今天的功课很简单 大家回去再看多一次 这个video啦 所以我暂时就是这样 你们今天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一个 Karangan Fakta 现在我要把你们全部unmute 我想听一下你们的声音呢 你们全部很安静也没有讲话的 哎呦 很多回声都不怎么摸的 现在是几个字了 哦 差不多到时间了 哎 我想有一个要求 你们开你们的镜头一下 我要拍一个group photo 可以吗 可以的 我要拍照 拍照这 开一下你们的那个 开一下你们的那个 哈哈哈 哈哈哈 之前到了叻 之前到了叻 王波心里退后一点 看不到你的脸看到你的眼睛 哈哈哈 ok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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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好好 要拍到就算了 ok 好来 所以我们下个星期三 再先啊 下个星期三我要Live host那个 好像Queasy 给你们Live玩 就是我主持你们玩 我们下个礼拜就 比较轻松一点 ok吗 下个礼拜见啊 拜拜 哎呦 相桥的 哎呦